作词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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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实验室医学的新奇 或者说实验医学的新奇 这个词是西方医学史常用的词 叫 Laboratory Medicine Leb Laboratory 实验室 美国人好像是念Laboratory 那英文人念Laboratory 就在实验室进行的医学 我们前面讲了有临床 然后有解剖 病理解剖 可是实验室的兴起呢 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都是在上课 以后都会去实验室做实验 不管是化学生物 还有之后的生化等等 那医院里面也有实验室 各位如果说在医院的话 做体检 或者是说在临床 病人的诊查之后 要抽血 要检查一些检体 那也都是要送到实验室去做的 虽然就是说大家不太注意到这个过程 讲说是医检 检验室 但其实很多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些检验的 那这是一个 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 他也许不会注意到这个过程 他只是觉得自己被抽血 被拆取检体 可是背后在实验室里面 去做了很多事情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 实验室 这个 Laboratory 这个词呢 原本指的是工作的场合 Labor 是劳动的意思 LABOR 英文的话 英国式英文是LABOUR 在英国 在澳洲 在纽西兰都有所谓的 Labor Party 工党 它不叫Work Party 也不叫Work Party 叫Labor Party 是劳动的意思 劳动党 工党 那这个呢本来是指作坊 Workshop Workshop 我们今天Workshop是说工作坊 好像大家坐在桌前面讨论事情 在学术界好像是这样 比研讨会小一点 比较没那么正式 可是就是说 好像是一群人在桌子 在这个讲台 在桌子前后 这样 在桌在桌 一群人围坐一个桌子 在讨论这个学术议题 可是这个Workshop 本来的意思是 就是小型的工厂 工作的场合的意思 那19世纪之前 大多数的实验室 就是家中的一个房间 那最早出现在17世纪 那有钱人像波尼尔的话 他甚至有个房子 然后呢 他的助手胡克 那个各位听到 胡克定律那个胡克 就是波尼尔助手 波尼尔定律那个波尼尔 Robert Boyer 他是全英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他有个大宅地 然后胡克就住在里面 然后呢 在那边做实验 展示给大家看等等 那 这是一个 可是很多人就是有钱人 通常那时候做实验 都是业余的 有钱人的兴趣 很多实验是化学实验 其实最早是从炼金开始 要找什么 Philosopher's Stone 哈利波特有一集 叫做 Philosopher's Stone 就是炼金术在找的这种 仙丹也好 或者是说 灵妖也好 叫Philosopher's Stone 可是因为在美国 在美国演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什么叫 Philosopher's Stone 虽然在英国出那时候叫 Philosopher's Stone 就是哲学家知识 所以在美国好像改成 Sorcerer's Stone 这个魔法师的石头 那 这个是 实验室的一个最早的实验 其实是很humble的 很简单的 就是在自己的家里 的一个房间 那 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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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做化学实验 简单的化学实验 那 自然哲学家在这边做各种实验 那像波尼尔的话 他的实验室就很有规模 有专门的技师 那个像是那个做空气棒谱 做那个 关于真空 波尼尔定律大家都听过嘛 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 其实那个 做那个棒谱是很贵的 有点像今天的同步加速器这样 全欧洲没有几个人负担得起 因为波尼尔他家里太有钱了 那慧更斯 慧更斯定律听过吧 在荷兰那个慧更斯 研究什么钟摆的慧更斯定律 他们兄弟两个是荷兰的有钱人 他们也想做这个棒谱 做了一阵子之后 哥哥就退出了 因为他怕 他怕会破产 所以这是很花钱的 可是大部分人是很简单的 就家里一个房间 那我们今天熟悉的实验室 说在学校里 研究机构 在大学 那有时候甚至在博物馆里面 在十八世纪 有一些博物馆里面有实验室 这是十八世纪才开始 大学才有了 那 做研究 那可是各位同学的实验室 是在发现新的事物吗 你们到实验室去做发学实验室 要发现新的发学定律吗 是在教学吗 在教你们一些 你们以后用了上的科学技术 那学化学 学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的 一些现象在实验室学习 这种教学的实验室 是十九世纪才出来的 所以实验室的原型 虽然是家里 所以假如是有钱人家里 有兴趣做自然哲学研究的人 家里的一个房间 然后呢 后来才进入到大学的体制的一部分 可是一开始是做研究的 到了十九世纪才变成大学教学的一部分 一个教学的空间这样 那早期的实验很简单的 很多实验都讲起来是很简单的 那今天也觉得很好笑 可能会觉得像国中或小学的生物课实验这样 比如说这个十七世纪 这个十六十七世纪 这个著名的医师 我带来一个化学研究者 这个Van Helmer 他就是在家里养了一株植物 规律浇水 然后五年来定期给它称重 结果 那个 最后呢 把那个植物跟那个土壤分开来 他刚开始土壤它有称重 等到五年后植物长得很大了 土壤再给它称重 发现那个土壤的重量还是差不多 就花盆里的土壤还是重量差不多 可是植物长得变很大 所以他的结论是 植物的成长的这个 重量是来自于水分 那今天这个我们会讲说 这个结论不是很对的 因为植物会行光合作用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 那有光合作用这回事 所以他就想说 他的结论就是这是从水来的 植物的成长所需要的东西是从水来的 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今天讲讲好像在小孩子玩的 可是这是一个实验的开始 透过一个控制的环境 控制的条件 来探讨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这就是这个班牌的画像 你可以看到他拿着一个这个东西 蒸馆管这类的东西 表示他是喜欢做化学实验的人 但他是个医师 科学家 我们讲说做实验的人是科学家 可是呢 在19世纪之前呢 其实大部分在做实验的人都是 他本身有其他工作 最常见的就是医师 因为很简单 医师他对生理 对人体的现象有兴趣 但是也有些是有钱的业余人士 甚至英文的科学家 Scientist这个字 是19世纪才造出来的字 表示说那种 专门以做科学研究为职业的人 是到相当晚近才出现这样一种工作的 那大部分是医师兼做一些实验 或者说他是个天文学家 他是个天文学家 或者他根本就是个有钱人 然后呢 或者他数学家在大学里 然后也做一些实验像牛顿那样 牛顿是个数学的 在这个剑桥的教授 可是这是很少数 大部分都是业余的 然后呢 这个 家里有资产的 在家里做实验 那另外一个实验其实也差不多 那时候好像对秤重的实验 特别感兴趣 这个也是 16 17世纪的 这个名字不是开玩笑 它就叫Santorio Santorio 不是我错误把它打两次 叫Santorio Santorio 以后各位小孩子可以考虑取名 叫Lili 或000 或王王王 就是类似这样的名字 那 他做一个实验就是什么呢 拿自己来做实验 他一直仔细地记录自己体重的变化 然后呢 他每天就秤 所以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每天趁他吃了多少食物 然后喝了多少水 然后呢 每天也趁他自己排了多少尿 大了多少大便 所以呢 这个也是蛮费功的啦 然后最后呢 发现 身体增加的体重少于饮食跟排泄的差异 前面那一个是说 研究说植物为什么长得那么大 它到底那个植物增加的重量是从那来的 结果发现 不是从土壤 大家以前都以为是从土壤来的 因为有根嘛 可是现在发现土壤重量没减少多少 所以他说是从水来的 这个进一部分发现 我吃了那么多食物 然后喝了那么多水 可是我重量只增加这么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会希望重量增加越少越好 吃越多增加越少越好 可是他就说 显然有些部分的 然后排泄的差异 吃的东西跟排泄的差异 加加减减 理论上如果说我吃的东西扣掉我排泄的 那剩下应该是我的重量 可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认为有些物质是 用一种你感受不到的方式被排泄掉了 他说是一种insensible perspiration 就是说其实你会发汗 或者身体会飞发出这种气体 小小的粒子 从你皮肤的孔道 从你的呼吸散掉 可是你感觉不到它 所以叫做一种所谓的无感的发汗 或无法感知的发汗 那当然我们先知道 很多食物是被热量烧掉 可是那时候他会想说 到底怎么不见了 他认为是有一种无感的发汗 这个学说很重要 因为到后来 很多欧洲人会对于流汗 对于这种无感的发汗 认为是一个疾病的原因 比如说突然间受到风寒 为什么会 或者是突然间泡冷水 你热得要命 然后突然间泡冷水 然后第二天生病 听起来很像中医的概念 或是台湾人的那种概念 或者是突然间喝冰水 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正在无感的发汗 然后又突然间把它给堵塞住 你可能就会生病 所以 他们后来有一些个人卫生的原则 是跟这个无感的发汗 这个概念有关的 那这个就是Santorio Santorio 不是日本啤酒的名字 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的画像 到了十八四九世纪呢 那个实验就变得复杂了 不是这么简单了 很多都是一种 用动物来做实验 活体解剖 然后以高超的实验技巧 跟精巧的操作 来阐明生理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还有药物的作用 比如说那时候很流行是说 南美发现了剑毒啊 或者什么地方发现这种毒疼啊 然后呢 对这个兔子或狗做实验 然后呢 看看那个动物会有什么反应 到底是作用在神经呢 还是作用在心脏 为什么会死掉 然后呢 不要小看这些实验 因为这些实验会帮助你了解 比如说很多生理的基本作用 神经的传导啊 然后这个 还有一些甚至一些疾病的现象都是 以前台湾不是听过李正元医师吗 李正元院士 你现在都没听过了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以前他是以蛇毒研究著名的 那为什么研究蛇毒重要 因为蛇毒 有不同的 蛇毒有不同的起作用 有神经性毒素 血液性毒素 你从这些蛇毒 你可以来了解一些生理药理的 一些作用的基准 所以呢 那时候很多实验是用这个 动物来做这些实验的 那我举个例子吧 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就是那个Bischoff 我们前面在讲那个 医院医学 这个病理解剖学大师 组织学的创建者之一 说人体最基本的单位是组织的那位 Savier Bischoff 他做了一些有名的实验 其中一个有名的实验就是说 他把一只狗的颈静脉 接到另外一只狗的颈动脉 那结果呢 颈动脉被接的 颈静脉的那只狗就死掉了 那他的结论就是说 颜色比较暗的血是有毒的 当然我们会说 废话嘛 你把他颈静脉接到一只狗的颈动 那些静脉血是没有带阳气的 然后就跑到那个狗的脑子去 然后那个狗就 脑部得不到足够的阳气就死掉 我们会这样想嘛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什么阳气 他在拉瓦西之前的人 阳气这个字都还没出来 他可能跟拉瓦西同一个时代 对不起讲错了 他跟拉瓦西差不多同一个时代 可是那时候对呼吸的作用 还不是那么清楚 就是这些氧气的作用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呢 这个 对他跟拉瓦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对 因此呢 他就说黑色的血是有害的 那我们今天会就说 这个是静脉血跟动脉血的性质差异 可是那时候的一些实验 就是用这种 动物的活体的实验 来解决一些 你在生理学上或病理学上 可能感觉到有疑难的问题 那这是 这是Majondi 这是一个 法国有名的生理学家 那这是另外一个 他有人说他是实验医学之父或实验生理学之父 那当然这种说法是夸张 因为很多人都在做实验生理学研究在他的时代 可是他呢 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他本来是想要当文学家的啦 但是呢 因为家里不是很有钱 所以只好决定去当医师 当了医师之后 他其实不太喜欢当医生 那他喜欢对他对做实验有兴趣 可是呢 做实验是没有 那时候在法国还没有专职的这种基础研究的教授职 没有科学家这种职务 所以呢 他呢 当了医师 可是他又不小心看病看病人 后来呢 很幸运的是他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各位知道什么方式吗 有人知道吗 Majonty也是一个医生 他是靠着临床的收入来补贴他的实验的这个 所需要的使用的费用 那Craw-Bernard是用什么解决方式各位知道吗 不知道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以后大家都会面 可能都会面对到这种选择 或者很多人会面对到这些选择 就是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太太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他就可以专心做他的实验 不用再靠当医师赚钱 所以他就是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呢 他的生理学贡献是什么呢 他发现这个 他有很多重要发现 他发现胰胀的消化功能 胰胀这个器官本来在做什么不知道了 他发现它在消化上有作用 然后呢 他也发现肝糖 肝脏有储存糖类的作用 跟释放糖类的作用 肝糖的代谢 然后呢 他对周边神仙系统研究有贡献 然后他也解释为什么一氧化酸中毒人会死掉 然后动物会死掉 那所以呢 他有蛮多的重要一些生理学的一些研究结果 然后呢他也曾经透过实验 他把动物特定脑部特定不会破坏掉 使得他那种管理 对于那种regulation 这种糖的代谢的regulation出现问题 而人工的制造了糖尿病 那 所以他对糖尿病的研究也有贡献 那他 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概念 因为你看他研究这个甘糖 为什么甘糖会释放温 跟会代谢 就是要维持这个糖的供应的稳定 因为糖是 我们产生热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 可是糖太多会 协议中糖如果太多会研究问题 跟糖尿病一样 那所以呢 他认为 他提出一个重要概念 叫做internomedia 内在的环境 他说呢 像 越低等的动物 他越受到环境的影响 就比较 就是 他可能内部的环境跟外部的环境 是随着外部环境起伏的 那可是呢 高等动物呢 因为他的功能 生理功能很复杂 所以呢 他使了生物体的内部形成一个即使外界的环境有所变动 他的内部还是很稳定的 那叫做内在环境 那比如说温度啦 酸碱质啦 血糖的浓度啦 氧气浓度 要能保持一个稳定 那高等动物的内部的这些功能才能稳定的运动才能彼此协调 那他称为内部环境 那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好像就只是指出一个现象 可是指出这个现象之后呢 他就说了 他是要为实验生理学辩护 他说呢 由于高等动物内部环境要稳定了 所以他是有规律的 你可以找出生理学的法则 一种规律的法则 因为有规律的运作法则 内在的环境才能保持规律 才能保持稳定 所以呢 生理学可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就跟物理学一样 可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那那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想当 医学的牛顿啊 生理学的牛顿 可是本来也不例外 他的梦想就是说生理学的规律 就会像牛顿定律一样 是这么的精确而稳定 那实验生理学就找出这些定律的方法 而生理学也可以像物理学一样 是一门受尊敬的 一个精密的精准的科学 他也许没有用精准这个字 但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你可以找出定律的 定理这样的一个科学 跟牛顿的力学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 因为牛顿在18、19世纪的时候 声望非常高 我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那医学或生理学呢 被认为是一个经验的学问 不是很稳定 靠记忆的啦 记忆是一种 记忆不是脑子记忆 是那种skill 靠技术的啦 一个医生为什么治好病人 另外一个医生治保 因为这个医生技术好 可是这是科学吗 不是啊 这是那个人的技术啊 那科学应该能够找出一个定律啊 某甲某乙某柄 某柄来算都是一样的啊 像牛顿力学一样 可是医学好像做不到那个样子 在那个时候认为 他就说生理学是可以做到这地步 这当然是一种要抬高生理学地位的一个说法 所以他讲内在环境这个说法 对他来说是有很多层次的意义 生理学可以是一门科学 是一门实验科学这样 这是Klobbenar的画像 他在拿这个兔子在做活体 他们研究 那时候19世纪实验生理学 研究了这个活动 主要是拿动物做活体解剖 那通常是没有麻醉的 那在法国做很多这种研究 后来传到英国 在英国就激发了动物保护运动 跟动物权运动 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很多是女性 然后觉得拿狗 可爱的狗狗啊 拿着兔子啊 这样来活体解剖 非常的残忍 给动物很大的痛苦 所以形成很大的一个运动 后来迫使英国政府 必须立动物保护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做实验啊 你不可能 实验过程要尽可能不虐待动物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实验生理学的兴起 也跟动物权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后来呢 美国的实验生理学家 Water Cannon 他进一步把Clobena的内在环境的概念 改称之为Homeostasis 恒定 很多生理的代谢会有反馈作用 这种要有feedback 要导致 要让你的 会有这种feedback 使得你的身体内在 使得这个动物的内在的环境 它生理做 生物生理的一些现象 会是一个稳定的 所以它叫恒定 Homeostasis 什么像什么 各位有没有学什么对反流成像 这一类的 比如肾脏的排泄废气物 排泄有害的物质 或者鱼的腮的作用 各位生物学没有学 对反流成像 以后可能会学到 那都是 从恒定这个概念来 衍生出来的一些 研究的成果 所以 用来解释这个恒定的现象 所以后来Canon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 变成一个恒定的概念 这是Walter Canon的照片 那Crobben在他的名作 他写一本书名作叫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这本书有英文翻译 它是法文的 现在法国的高中生 有时候哲学会考 还要读这本书 各位听过法国高中生 考大学要考哲学吗 听过吧 哲学问答题 不是现在很流行的 在讨论他们的哲学问答题 怎么考到这么妙 考到这么有反思性 台湾高中为什么没有办法出 这么有趣的命题 有这么有教育性的命题 这么有思辨性的命题 当然就是每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一样 英国没有在考哲学 可是法国很特别 他们认为他们有 迪卡尔以来伟大的哲学传统 Crobben这本书被认为是一种科学方法 科学哲学的一个经典 所以他们会要求高中生要读这本书 可是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来 你尤其把它看成一种科学哲学方法 吴宁是一个帮实验生理学 宣扬实验生理学重要性的一个宣传性文件 也有这样的性质 他就宣称实验医学有三大支柱 研究正常功能的生理学 研究异常功能的病理学 以及寻找有效疗法的疗法学 therapeutic 今天我们没有用这个字 可是以前有这种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这类的说法 我们先不叫therapeutic 我们现在可能有药理学等等这些 或者therapeutic这方面研究是打散到很多学科里面 可是他认为就是说 实验医学有这三个支柱 而且他就讲 医院只是科学医学入口 实验室才是圣殿 生命的正常跟病理现象 只有在实验室中才能分析清楚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宣称 因为18世纪末 18世纪医院兴起 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医院是现代医学的堡垒 可是他说医院只是入口 那个像是脏乱的厨房那样的一个 让人害怕的一个脏乱厨房的实验室 才是科学的圣殿 因为生命的基本现象 要在实验室才能阐明 可是呢 法国的实验科学研究 缺乏政府有力的支持 那英国更不用讲 英国都是业余的在研究 而且英国这种实验生理学研究 其实是一开始是落后于德国跟法国的 那很多实验生理学研究是有从法国来引进的 然后呢 Majonty是医生 我们学校本大靠他太太嫁妆来维持生活跟做研究 那推动现代实验室心血 其实是日耳曼的大学 是19世纪的日耳曼 日耳曼各邦国他们对大学非常重视 我们在医学专业化那一章有看到 就是说每个邦国当日耳曼还分裂 德国还没统一的时候 日耳曼各邦国认为大学是邦国的一个门面 一个骄傲 所以呢 让大学在基础 重视这个大学的高度研究的独立机构 然后在大学高度独立研究的专职研究人员 那是在日耳曼的大学体系开始有所谓基础医学专职的研究人员 那我们前面讲过 在日耳曼的这个大学医院才有这种所谓临床 专职的临床医师 你不能私下开业的 要在大学医院专职的 这也是从德国开始的 德语世界开始 所以他们认为大学要有这个教学的自由跟研究的自由 老师可以决定他研究的题目 然后教他这个研究的成果 那开始 因为大学有足够的资源 才能够养得起实验室 养实验室是很贵的 以后大家就会知道 那尤其是49世纪以后 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研究的实验室 就像Cloben 他们实验设计很简单 可是他买的那些动物也要不少钱 那所以呢 这个实验室在基础一级的发展中 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日耳曼的各邦国的这种大学开始 那法国的生理学者大部分能接受某种的生机论 认为生物有些力量是无法化为 化约为物理化学现象的 没办法用机械的方式解决 认为有一种生命力 而这种生命力是生物学跟医学要去研究的 可是德国的研究者不一样 德国的这些生理学家认为 所有的生理现象最后都可以把它化解到 用物理化学的方式来加以解释 而生理学家 所以生理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而生理学家的任务 就是要找出这些物理化学定域 这些物理化学的机制 物理跟化学的机制来解释生理现象 所以这是德国的一个学术风气的一种学术的一种思想跟 生理学思想跟法国不一样的地方 甚至德国有一些生理学家 这个Hermon Holtz 这些人呢 后来还干脆转行去做物理学 这是Karl Ludwig 德国的一个有名的实验生理学家 这个Hermon Holtz 他做了很多关于眼睛的研究 视觉的研究 然后也做了一些跟神经传导的研究 后来干脆去研究光学 那德国的实验生理学家跟法国不一样 Karl Benner这些人虽然提出什么 有很多重大生理学发言 可是他们大部分是用简单的实验 高明的实验设计 简单的研究方法 简单的器械来达成的 包括高超的这些活体解剖的技术 可是德国人很会用这个精巧的仪器 前面讲的这位 这位Rudwig 他发明了这个Chimograph 今天各位看不到这东西 因为今天都是电脑萤幕 可是以前 如果看到旧的科学影片 常常这样 有一圈一桶纸在那边转 那有一个纸针会在那边画 那他可以测量这个血压等等 血压的变化 肌肉的收缩 然后记录在这个滚筒上面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研究一些生理学现象 实验生理学 是19世纪科学的实验医学的先锋 一开始就会映显大家重视 也映显大家争议 可是真的对医学造成重大冲击的 不是实验生理学 而是细菌学 为什么 因为实验生理学一开始 刚找出这些现象的时候 大部分都没办法直接应用到医疗上面 OK你找到 你找到这个血糖是要恒定的 可是你要怎么治糖尿病 不知道 这才20世纪以后才发 才昨天了解到怎么治疗糖尿病 可是细菌学的不一样 因为马上可以运用 预防治疗 19世纪最有名的两个细菌学者 一个是巴斯德 一个是科获 巴斯德 他们两个人其实对 这个细菌学研究的想法不是很一样 巴斯德甚至不用细菌学这次 他是用microbiology 这个维生物学 然后呢 Bacteriology是科获用的 那他们呢 因为能够把他们基础科学研究 用在这个预防跟治疗 所以更受重视更受注目 这是巴斯德的画像 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显微镜 然后也是一个小房间 为什么有这些频频观光 因为巴斯德主要是用培养液 来养维生物的 跟科获不一样 我们后面会讲 巴斯德甚至他根本不是个医生 他是个化学家 那他一开始是研究九十专的结晶 那九十专会有偏光现象 各位都知道什么左旋右旋这些事情吗 那所以呢 他们就是说 发现这个 微生物他就认为这种现象是跟生命的力量有关 我们前面讲德国人 法国人相信 生命有一种不可化约的生命力 那他认为会发现这种偏光现象都跟生命力量的作用有关 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酵母 他研究发酵 他发现没有微生物就没办法发酵 那所以呢 发酵是一种生命现象 发酵本身就涉及到生命基本的力量 那他这方面研究对法国酿酒也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那时候有些法国人 法国各一道叫产酒 产葡萄酒是他们很重要的收入 葡萄酒在蒸溜变成香槟酒等等 变成不是香槟酒变成那个白兰底 香槟酒也是一种从这个葡萄酒来弄出来的东西 可是呢 酿酒业有很大的贡献 为什么 因为那个酵母如果不对的话 那个酒就坏掉 所以他研究发酵现象 发酵过程有问题酒就坏掉 所以他研究这些酵母 研究发酵现象 对酿酒业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他也研发出牛奶的消毒法 牛奶很容易坏掉 喝牛奶鲜奶 挤出来鲜奶 牛奶可能会带菌 那他找出一个办法就是说 可是牛奶你把它加热的话 味道就坏掉了 对不对 你把牛奶煮沸 上面会结一层 然后呢 那个牛奶味道变得 很多人就觉得很不好 那所以他用一个 一个巴斯德灭菌法 就是那种低温高速的消毒法 还是可以杀掉不少细菌 让那个牛奶保存 可以保存得更久 不容易坏掉 然后很多 也不容易喝了拉肚子这样 那各位有听过那个俄锦萍的实验吗 听过请举手 那时候是这样子 那时候有个学说叫自然发生说 微生物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有时候煮过的汤什么 坏掉了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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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这种构造简单的 微生物会在里面自然发生 由无中生有 那从这边自然发生长出来 甚至有些人怀疑一些昆虫是这样子 我从来没看到苍蝇会进来 怎么会房间里长得去 什么什么食物长得去 是不是因为那个食物 在一个适当的条件之下 这种营养丰富的 这些物质 会自然从无生物长出生物 叫自然发生说 那达尔文提出演化论 他认为是生物的起源是从无生物变成最早 无生物变成生物 但达尔文不认为会在这个过程会一直 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出现 他只是认为在这个 生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巴斯德呢 他是反对自然发生说的 为什么 巴斯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觉得上帝创造了生物 所有生命之后 就不会再继续这种无中生有了 那达尔文的学说 他认为是一种唯物论 那如果会自然发生还会演化的话 那还需要上帝吗 那万物还是 那个生物还是上帝创造的吗 动植物还是上帝创造的吗 他就是自然演化出来 然后自然发生然后演化出来 所以他很讨厌自然发生说 那他是研究维生物学的 他认为空气中充满了很多维生物 这就是为什么肉汤摆着会坏掉 那 其实大家如果有尝试的话 你都知道就是比如说米煮过 米饭煮过 那个肉汤煮过 你把它锅盖盖着再加热一次 然后不要打开那个锅盖 你有时候在外面给它放一夜也不会坏掉 如果这个锅盖很密封的话 那他就设计一个实验就是说 用一个额颈瓶 就是那个玻璃瓶像额的形状 煮过了热汤在里面 在肉汤里面加热煮滚了 然后呢 那个额颈瓶的额颈 因为他这样的话 空气中的 他这维生物就掉到这里 他就会被沉在这里 也就进不去了 虽然空气还是流通了 所以他就说有空气 也有营养的食物 可是他就不能自然发生了 因为维生物会在这里被挡掉 他如果全部封死的话 人家就说 因为你没有空气 所以你没办法自然发生 所以他还要留个口 可是用这个设计来阻绝 那个维生物进去 然后就没有坏掉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 第二个实验就是 好 没事 可是把这个额颈瓶 这额颈瓶子也折断 然后再放一阵子 然后那个肉汤就坏掉了 就腐败了 然后里面就可以找到很多维生物 那表示说要证明 腐败的作用 不是自然发生的 这些小生物不是自然发生的 是从空气中跑进来的 那时候跟他打对台的人是谁呢 一个叫Push的 另外一个自然哲学家 或一个生物学家 那Push的时候有自然发生 所以Push也做了一个实验 他用那个干草 把它煮过 然后密封 结果呢 干草还是 那个稻草 干的稻草 结果干的稻草 结果后来还是长出维生物 所以他说 煮过又怎么样呢 还是会有自然发生啊 那我们现在知道 后来大家 因为巴斯德这个实验非常戏剧性 所以巴斯德大家都接受巴斯德 巴斯德也赢了 而且那时候政府跟天主教会都比较反对这种唯物论的 所以呢也都支持巴斯德 那Push就是等于是被认为是论战中失败的一方啦 可是我们先回过头来看那个实验其实是这样的 干草里面本来会有细菌 而且干草里面有些细菌是会有孢子的 那个孢子你给它加热到100度它也不会死 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还是会长出 所以如果巴斯德是用 俄景平是用干草的话 他就会做他的实验就会失败 Push如果用 所以 这不是一个控制对照的实验 基本上大家认为巴斯德赢了 巴斯德很厉害 他很会用精巧的实验来 说服大家 那还有呢 他做了很多研究都是跟很实用有关的 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被推崇 法国那时候1870年 法国养残业遭到残忍变的问题 很多残宝宝死掉 然后就没办法 那个失之业受到大的打击 影响到残吃 养残业跟这个仿之业 那巴斯德 法国证文就找巴斯德研究 那巴斯德呢 做了研究就找出这个 致病的细菌 所以呢 他的研究都跟这个 致病的维生物 所以他的研究都跟这种很实用的问题 常常是有关系的 那 在这个之后呢 巴斯德开始用Germ Theory 细菌学作病菌学作这个字这样 很有趣的是 巴斯德是法学家出身的 所以他画的细菌都画的很简略 那些维生物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到他多少 他认为 他的绘图跟描述相当笼统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你要怎么辨识性菌 不是靠他的外观的 是要看他的发酵作用 他认为所有的细菌呢 每一种细菌他引起的发酵作用都不一样 生病就是一种发酵作用 所以发酵既是一种生命的现象 维持生命所需的 可是他可能出了问题 也可能会引起疾病 那腐败也是一种发酵作用 所以死亡也跟发酵有关 发酵是一种基本的生命现象 而这就是一种基本生命力的表现 我们听到法国的科学家 都还相信这种生机论 那不同的细菌为维持生命机能 所进行的发酵作用也不同 所以呢 他也都需要不一样的养分 所以你那个培养液呢 可以用不同养分的培养液 因为每个细菌 每一种细菌都要特定的培养液下 才能生存 所以你可以用培养液去鉴定那些细菌 因为每一种细菌生存所需要的养分都 成分都不一样 这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是一个化学家的想法 各位懂的意思吧 每一种细菌他有不同 每一种微生物他有不同的发酵作用 所以他不需要不同的养分 所以你可以用这些他所需要养分来 养这些细菌 所以呢 在这个培养液活不下去就不是这种细菌 那只有这种细菌才可以活在这种培养液 所以你就可以找出他的品种了 各位懂的意思吧 这种化学式的想法 跟生物学家想法不一样 生物学家会找 看这个他有什么外观有什么特色啊 等等 19世纪的生物学家 今天生物学家也不是这样 今天可能会去验DNA 还会做这些事情 不会只看外观 然后 在看外观今天还是很重要 可是就是说他可能还会做别 他就认为 看外观不是那么重要 巴斯特很会用媒体造势 他擅长选择重要会引起社会关注的议题 反复实验 之后呢在严格控制下的环境 以戏剧性的展示来出来 那碳驱热疫苗的发现跟 狂犬病疫苗的研发都因此很大轰动 让他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科学明星 碳驱热是一种人畜共通的疾病 造成农业损失跟生命威胁 那巴斯特认为碳驱热是一种微生物感染引起的 所以呢 他用一种减毒方式来测试 他制造疫苗 他制造疫苗想法也是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现在疫苗是说 因为这个减毒疫苗到人体引起抗 抗体所以就有抵抗力 他那种想法不一样 他认为是说 这个病毒 没有是细菌 微生物为什么能感染人或感染动物 是因为人里面有他需要的养分 让他来进行发酵作用 那他用了减毒的疫苗 把他打到人体内或打到动物体内 这些减毒的疫苗 他还是做同样的发酵作用 可是不会引起疾病 只会轻微的反应 而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把某些 这种微生物所需要的 某些营养药素给用完了 你的身体里面就没有这些营养药素 因为被打进去疫苗的那些 微生物给吃光了 他们发酵用光了 所以接下来呢 你在接触到那些 致病的病人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感染你了 因为你身体里面已经没有了 他所需要的某些特定的养分 因为他已经被疫苗 把减毒疫苗里面那些 比较弱的那些微生物给吃掉 用掉了 发酵用掉了 这是巴士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的免疫学想法很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 虽然我们认为他是什么 免疫疫苗的研发的一些大师 可是他的想法 那种思路跟我们现在的免疫学思路 是不一样的 各位必须知道这一点 它是一个化学发酵的想法 把减毒的疫苗的微生物打进你体内 然后你就 把你身体某些养分给吃光 那是细菌所需要的 所以下次这种细菌干燃你 他就活不下去了 因为他找不到养分了 他很有名的实验就是 他先找出这个 实验做出这个碳水热感菌 做出疫苗 反复实验知道有效之后 他就到一个农场做实验 这个农场呢 有一半的牛给他打疫苗 一半的牛没打疫苗 然后等到过一阵子之后呢 他让所有的牛 都接触到碳水热感菌 然后有打疫苗的牛就没事 没打疫苗的牛就死掉 他有找记者什么来报导来看 那就轰动 他很会这样造势 因为那是个 就像我们讲南丁哥一样 那是个媒体 报纸开始出现的时代 开始普及的时代 所以巴士德厉害的地方在这里 他除了很会做研究之外 也蛮善于用媒体造势 而且他要用设计出一套实验 可以公开展示的方式 很戏剧性 狂犬病也是 因为狂犬病其实 它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疾病 在欧洲被狂犬病咬死的人不是那么多 在印度跟中国 都被狂犬病死掉了很多 可是在法国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疾病 可因此人大可能很慌 因为他致死率很高 然后死的时候那种症状很惊人 那所以巴士德找 他没有找到细菌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病毒 可是他还是用兔子来检毒制造疫苗 然后成功让被接种的狗 对狂犬病免疫 后来又治疗一个被狂犬病咬上的男童 Joseph Master 他是一种 他不是先打疫苗 让你不怕被狂犬咬到 他是一种 你可以说叫做一种 Prophilactic Treatment 就是 赶快被咬到之前 还没发病之前 赶快打这个疫苗 来这个 因为像我们今天讲的抗毒血清这样 类似这样子 让你不会发病 那成功救了这个小孩子 不过其实呢 他之前有另外一个人失败 然后那个人死掉 不过他从来没讲出这件事情出来 所以之前有一次失败的 但是这个就是让他生命打招 那后来很多人都在找他来治疗 打疫苗啊 治疗狂犬病啊等等 那 而且他也很聪明 就这个小孩子是个穷人家 所以他就让他这个小孩子到他的 巴斯德研究所工作 后来这边当了一辈子门房 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这样 被救人感恩 然后一辈子为这个研究所服务 甚至在法国被德国占 巴黎被德国占领的时候 他都还守在巴斯德研究所啊等等等等 变成一种美谈这样子 科获 巴斯德的主要对手 是这个 德国人 巴斯德的研究机会 因为只要靠募款跟卖疫苗 巴斯德研究所是私人的 他不是私人 他不是国家机构 活力机构 他是个private trust private charity 一个慈善机构 他不是一个国家资助的 他不是一个国立的机构 科获就不一样 他的柏林的研究所是 透过普鲁士 以及后来统一的德国所支持的 帮他盖一个研究所 他发现引起霍乱跟结核病的病菌 所以轰动 很轰动 因为这是两个很重大的疾病 那 两个人由于研究方法跟哲学的差异 还有学术的竞争 顶尖的科学家都会竞争 谁先发现什么 所以后来 刚开始他们两个关系还蛮好 彼此很客气 即使不算朋友还蛮礼貌 可是后来就开始吵起来了 开始论战了 那竞争 彼此团队竞争 而且普法战争之后 巴斯尔就很怒 很气德国人 因为被打败了 他就把普鲁士送 德国大学 送给他的勋章都给退回去 其实很没风度 但是基本上就是 两个在学术界就对立起来 那科获的做法不一样 科获是发明固态培养基 他重视细菌的外观 然后他把养生 各位现在用的这种 用阿嘎做的固态培养基 是要发明的 所以呢 可以在培养基 从细菌的聚落 形状外观 来辨识细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 另外有个德国人叫Paul Ehrlich 他是最早研究那种 抗细菌的抗生素药物的人 那种黄氨类药物 因为德国有很强的染料工业 那 刚开始就用这些染料来 染细菌 显微镜下观察 后来呢 演变成说 用染色来分类 什么葛兰氏阳性 葛兰氏阴性 这是看你用葛兰氏染色法 能不能染得上去吧 对不对 那 为什么会想到用染料呢 因为 德国是一个后进的新国家 相较于这个 法国跟英国 很多以前的染料说 天然染料 那生产的产地都是在亚洲 热带地区 那德国比较晚崛起 没有热带殖民地 染料取得比较困难 但是德国化学很强 大学很多实验师 他们就研究实验染料 后来想要用染料来染 微生物来显微镜下观察 后来又得到一个idea说 既然特定的染料 可以染上特定的生物 搞不好这种特定性 可以来制造 杀死这些微生物的药物 跟染料同样的原理 所以德国是那种 抗菌的药物的 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先驱 很重要的地方这样 那制药方面 那种抗生素 那种黄氨类的 是化学抗生素 不是我们后来用的那种 黴菌的抗生素 那柯后在乡下医师的时候 他做炭虚热的研究 纯化出杆菌 所以他跟巴斯的羊都做炭虚热 可是他做的研究 他还发现出 孢质跟生命食的关系 这就解除一个谜 有孢质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以前就是得了炭虚热之后 虽然炭虚热疫情 他就会把所有的羊都给扑灭 把所有的草都除掉 可是呢 那后来新养的健康的羊来 或牛来 还是会得病 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包子 会跟着草的根 跑到土壤 比较深层的地方 你把草割掉 等到新的草长出来 那些包子就跟着草 跑到地面来 所以你健康的牛 跟羊又会得 你就是算把草给除掉 甚至把草烧掉也没有用 因为它跟着草的根 跑到地下 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这个研究很重要 找出这个炭虚热的这个 为什么炭虚热可以拿来 装什么生物武器 有人拿来恐怖攻击 把他放在信封里来寄 因为他有这个包子 普鲁斯当局 对这个东西 这个 发现很重视 就把他请到柏林来任大学来当教授 后来呢 他又1882年找出结荷感菌 那因为这个结荷感菌生长缓慢 他这个 常被认为是一种慢性传染病 染色不易 所以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 又是一个重要疾病 城市里的重要死因 结荷病 那 科获前往印度研究霍乱 然后呢 埃及爆发霍乱疫情的时候 巴斯德跟科获都派出团队 去找那个 找这个 细菌 结果 巴斯德团队很不幸这一次失败 而且里面还有人得了 破乱死掉 可是科获就成功了 他找出破乱乎菌 而且还跑到印度去 在印度找到这个乎菌 那虽然 他没有造成 他没有成功培养他 用那种科获式准则 可是呢 基本上 他赢了 科获大胜 那因为肠道里的细菌很多 要存化出 霍乱乎菌不一样 所以科获 因为他有培养敏这个力气 可以让他存化细菌 在研究上占很大的 是他一大力气这样 不过后来呢 他找到霍乱乎菌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不接受 德国公伟学者 Max Pentenkov 他认为霍乱 我们前面讲了 前面那个霍乱那一长 就讲了 科霍乱 然后他拉肚子 可是他没死 然后他就说 科获是错的 这个有名的这个工伟学者 那 不过巴士的后来 有扳回一层 就是在那个 鼠疫发生大流行的时候 在香港出现疫情 巴士的研究所 跟那个 跟那个 科获研究所 又都派出人 巴士的研究所 派出一个 俄国裔的这个 在 本来在越南那边 巴士研究所 一个叫Yersin的人 Alexander Yersin 去做研究 科获的人派出 北里柴山郎 他的日本学生去做 两个团队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找到那个细菌 可是北里的 报告里面 那些细菌的描述 不太精确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科获团队 应该是 培养民的应该是 可是Yersin的研究 他的描述 比较精确 所以后来 鼠疫的 那个 那个细菌 是用Yersin的名字命名 所以巴士的后来 研究所后来 绑回一层 在鼠疫的研究上面 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历史 到香港的 香港有个医学博物馆 很好看 可以去看 有Yersin的画像 然后有这段历史的叙述 这样 好吧 然后这里 那这个科获是准则的 听过吧 其实提出来不是科获 是后来这个人 叫Rofler 科获的学生 听过科获是准则的 请举手 你要不要叙述一下 我们讲完就可以下课了 就是 病原体需要 可以被 从病患中的身体独立分离出来 然后在健康个体中找不到 嗯 那这个病原体在 可以在体外独立培养 然后可以记录它的表征 嗯 然后将病原体培养之后 在植入在健康个体 那个被植入病原体的个体会染上该疾病 那 刚才那个就是 被植入病原体 然后染病的那个个体 配带分离出 那个病原体 然后所有的表现 可以跟我们原先发现的病原理是一样的 OK 讲得非常清楚 那 这个科获是准则 那其实说 真正把它讲出来不是科获 是科获的学生 Roffler 研究白猴的很有名的 那 好 那通常这种 这个研究是需要培养民 你才能研究它表征嘛 第二个 你需要实验动物 要动物实验 你不能拿人来 来给它植入病原体 那所以呢 这是科获是准则 就牵涉到实验室医学了 实验动物 实验室 培养民等等 那 细菌学让实验室 让实验医学 真为 真的成为医学的一个核心 它可以跟 你看可以做疫苗 可以找到那个细菌 找出预防的方法 你知道那是什么细菌 你就可以容易找到预防方法 其实实验生理学 虽然是很受重视 找出生理现象基本原理 可是在治疗上的应用比较困难 那真的让实验室进入医学核心的 一开始让它进入核心的是细菌学 好 我们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再来分座的讨论 好了 有没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